大家好,我就是为大家推荐一下这款磨豆机 首先我们要讲它的一个电机 是交流的一个电机 大概在300瓦左右 它的使用的材质 我们首先拿到这个材质 就是说这是一个铝合金的一个材质氧化 这个是一个硅胶的派粉的 然后我们这个磨豆机的刀盘尺寸是64毫米 我们首先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我们看到这里面的一个刀盘 是一个镀钛的64毫米的一个直径 然后我们采用的这个机身 是压住成型一体 不像市面上说的那个分体式 我们跟电机跟这个磨盘的枪体 磨粉的枪体都是一体化机身 然后我们把它送上去 这个是调节粗细 红位然后达到30毫米 这个是拍粉的 然后我们做的这个接粉的这个粉碗 还有这个是防飞粉的一个套环 最主要起一个作用就是防止它粉往外喷粉 然后这个是一个全铝合金的一个材质 就是它用起来沉重感比较好 然后我们这个这个口体啊 我们粗粉的这个枪体啊 我们现在是采用这个铝合金压住一体成型 然后枪体的清理清扫都很方便 使用一个磁吸的一个功能 放上去 易拆洗易清洗 我们先倒上一点痘褥 然后盖上了 因为这个摩托机一般我们调节的这个刻度啊 一般是25到30左右 是这样 我们先启动一下 看看它的 就是粉的那个流速 就是一个很顺滑的 它的速度也比较快 一般20秒左右 大概15秒左右到18到20克粉 所以说这个攀粉就是稍微有一点 就是起到房子里面有枪体里面有残粉 就是这样会减少一定的残粉量 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款 这款黑色的摩托机 它的电机跟那款交流的不一样 它这款是直流的一个220伏电机 和调速 根据这个机械调速 来实现这个调速 根据客户的要求 来一条快慢的 最低800 最高200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OK